大家好,我是余波,看影片的你們 我現在身處於意大利米蘭電單車節 這次我是因為工作需要來到米蘭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觀眾都很想知道 電單車節有甚麼看,和今年有甚麼新車的發佈 所以我盡量抽我兩個小時有空的時間 盡量拍攝幾個大廠會發佈的電單車 新車實物,講解一下我對這些新車感覺的畫面給大家看 正在看影片的你們記得先訂閱了 還有留言說話,余波去電單車節,影片很好看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去第一個品牌 GO CBR650R新款配備了e-clutch的功能 即是指不用捏合器就可以踢上踢下轉波 他們有一個特別的技術在引擎的右邊有這個裝置 捏合器是非常輕的,但基本上你不需要做任何動作 它是一個棍波的波箱,但不是DCT 但它擁有一個很智能的轉波系統 讓你轉波沒有那麼大的頓挫上落波功能 這部是在坐著新款的CBR650R 老實說它的坐姿是有少少偏前的 對比起上一代的戰鬥騎乘感覺更加好 但它擁有一個分離八字手把 所以手把是非常之長,很易闊的 我不擁有其他人,我先拿回去 e-clutch的系統 它本身有兩個電磁筆或摩打 它控制著整個轉波和離合器開關的結構 它就會推動著幾個Bearling和齒輪 其實我猜應該是由電機帶動著這組東西 然後協助你做轉波的功能 因為它發佈會的時候我沒有去看 所以我都是盡量解釋給大家聽 我們再看看右邊線圈和磁碗 活塞,它基本上將整個引擎的環切片切開了 就給大家去看 是的 今年米蘭電單車節 Suzuki發佈了一部GSX8R 在香港的時候 大家已經會見到GSX8S就推出了 它就做了一副雙光引擎 去面對著現在雙光市場的發展 包括大家熟悉的MT07 或者Appeer RS660 在我後面這部新發佈 就屬於Fairling版的版本 我相信它的家族設計上 這兩盞頭燈將來成為了 它家族系列的一些特色 你看到整部車的設計 是跟Suzuki以前造車一樣 都是很具科幻性 和線條很硬朗和突出 手上這部就是藍色的版本 我看重的就是它部車的車身設計 如果在側面看 你會發現這部直列引擎 那個直列角度是非常之直的 這部引擎就不同 一些其他品牌的直列引擎 做得較前一些 而是做得較後 而重心較低一些 在它的油池 即是既有油池 它基本上跟CX是平排的 而另外直列的角度 它是相對地後和向上延伸一些 這部車的引擎是做得較高一些 而它的油缸 現在就看不到 可能在前或後面才是油缸的容量空間 其實它做這部車的重心是偏向低和後一些 坐上去 引擎底的左右邊是做得相對地出一些 它的極力指、發電線圈和磁碗都在裡面 我的腳可以很放鬆地拍進去 雙手扶下去 老實說是沒有啡檸車的感覺 坐姿其實跟那部8S是差不多的 相對地它就像一部擁有著啡檸外殼的街跑 雙手是很輕鬆就可以直接扶植在前面 不需要做趴低或等等的位置 可能這部車做下去的感覺 我的腳是夾不到在油缸裡面 可能要改升高腳踏 就回不同人的高度 它才可以駕駛到 但如果我個人錯後一點的話 就可以很輕鬆地夾到油缸 如官方所示 這部車的車重應該是200kg 相對地來說是重新一些 Thank you 我很期待一副這樣擺裂的引擎 駕駛出來的靈活性和重心 會不會給我一些很大的反差或感覺 相對地在其他MT07 或者Hornet 750等等的車的感覺是怎樣 但如果你是期待它是一部啡檸車 趴低的感覺 我個人看感上這部車就給不到大家 純粹是一部有包圍的街跑 Kawasaki展灘的部份 今天他們發布了一部Ninja 500的新車 Ninja 500是一副直二雙氣缸引擎 馬力輸出是45匹 一如以往街跑的感覺 我主要focus在香港的市場來說 其實CBR500R早在兩年前已經推出了 所以我亦都想不明白 為何Kawasaki會忽然之間做一部Ninja 500出來 而它的實力的匹數只有45匹 在45匹的世界中 大家可以選擇有更好的 25R、4R、Ninja 400 這些車要麼就超過40匹 要麼就非常接近45匹 而我現在坐上的感覺 坐姿非常矮 雙腳1V72完全到地 兼有達 高軚手把 而你所有見到的製盒和配置 都跟Ninja 400是非常之似 唯獨是標板 在這裏我就看不到它是TFD 坐在網上還是大小 是多少 因為它沒有穿到 我覺得在香港的市場來說 這部車未必會好好賣 尤其是CBR500R 在香港的車友 都不算太受歡迎 或者在那個價錢下 有不同的選擇 完全街跑的坐姿 腳踏 我想說這部腳踏很高 它高的意思不是後 而是腳踏得高 是腳踏得高 即是踏得高 我試過剛剛幾部車內 我的身高我都是夾不到油光 但是我這個腳踏 是可以平到油光的線 這個我覺得純粹設計是頗有趣 至於外觀上 它跟Ninja 650好像 不算有太大的驚喜 我亦都想不明白 為何它會出一部Ninja 500 反而對我最心動的 就是旁邊這部4R 這個是40周年拉花 如果大家有看香港電單車節 他們公佈了 未來這部40周年拉花 會用在幾部車上 都是很街跑的感覺 手把真的對比起以前的ZXR 其實它的坐姿 現在都是相對親民一些 還有可以令到每個騎士都駕駛到 坐上的感覺有少少像 就是肥版的RC390 為何我說肥版呢 因為如以前所說 直四引擎相對地做得更附身一些 相對地你做手把的外擺或位置 都會再差開多一些 RC390我就是這樣駕駛 而4R我就是這樣駕駛 分別就是這樣 不知道是否卡畫車是這樣的 多數原裝腳踏以我的身高來說 都是做得高一點 腳可以踩得高一點 40周年拉花的配色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看 覺得怎樣 而我自己作為一個 中二九十年代舊車的師兄 對這隻拉花我是覺得非常之 覺得很棒 非常之好 以前的車片所說 這個車架都是鋼管車架 沿用25R的車架 而避震好像已經改成10R的中置避震 4RR我先不說太多 再給別人一個位置 等我可以回到香港 11月12月 應該香港車主開始交車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在香港做一個詳細的4RR試騎 卡巴特別多車說 就是因為它有幾部Hybrid的車 我也想說下我的看法 我們過去 Ninja E1 在大家電單車節的時候 應該是有一部街車版的 這部是屬於有外殼的版本 老實說 我認為它車輛的性能和續航力 和香港的消費者想要的 都是還有些出入的 例如它的極速不過100 續航力不過100 但是對於市面上的潮流 進入電單車市場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和躍進 我相信未來電車都是主流 正正就表示了 將來它們對電動車的世界 的看法和技術工藝會去到哪個位 所以欣賞的 但是要我或者我在香港買一部 暫時的續航力和速度 都未去到我心裏的線上 另外說多一點 Ninja 7 Hybrid 是一副混能引擎的電單車 它既有內營機 亦都有電池系統在裡面 它會好有一種換言一生日的感覺 第一件事它是沒有極力自由過的 而它的制盒上面有大量的設置 應該是管理 Hybrid 系統的 但是現時我手上未有時可以處理這件事 如果要說油光夾的位置 它更加像一部大單桿電單車 但是下身基本上有引擎包圍 還有電池在下面 我覺得是一個頗有趣的體驗 還有一個將來世代 只會愈來愈多 Hybrid 的電單車出現 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和體驗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外觀和配色是怎樣 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 大家眼前面見到這部是XSR 98GP 是即將會推出的一部復古電單車 它致敬80年代的時候 擁有前豬頭上擾流的設計 而紅白拉花當年沒有記錯 好像是萬寶路 900cc 三桿引擎 嘩 嘩 這部車的座高比我想像中更加高 臉頭這個是5吋TFT的採摩 有進退快排 如果沒有記錯 這副引擎都是MT-09那副CP-3引擎 在豬頭罩裏面非常簡潔 感覺就好像我當初我的400MARU那樣 有整流有豬頭架分離式手把 手把的角度老實說是很趴的 而座椅的高度都偏高 我猜是因為它建基於本身09的車架 所以座高你一坐上去 基本上跟MT-09都沒有分別 現在的我只可以單腳碰地 手把偏前亦都傾前 整部車的線條很漂亮 設計大家都很喜歡 但要留意它是一張單身 以及致敬以前的賽車 避震方面我就這樣看 應該是中置的KYB避震 現在的版本是沒有下整流 即是沒有土兜的版本 在我後面這一部 是有一部有土兜的版本 整流罩豬頭 一個正方形 裡面有兩盞細圓燈 一盞是普通燈一盞 一盞是軟光燈 即是所謂的高燈 我們走下去 其實外觀看上分別就是土兜 而避震 都是KYB 這部是一部 香港很多車友 很想知道的車 老實說 坐斯和MT-09差不多 但手把比MT-09更加辛苦 更加怕 如果大家真是喜歡這部車 而去玩回懷舊 復古風格 這部車 是可以的 就是這樣 至於賣多少錢 何時有貨 就要看香港代理 就會知道詳情 因為時間關係 今天這部影片極快速地和大家看完所有大廠的新車發佈 而我都是輕輕地說了幾句 因為很抱歉 我有我的工作 要繼續 我希望這部影片可以滿足到一些想看新車 看實物 可以滿足到你們的好奇心 而你們也可以對這部車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他要打我圈圈 我真的要走了 所以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我Facebook Paste 和Follow我Instagram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將來有機會 我再自廢過來米蘭的時候 我再繼續拍片給其他看 而其他新車展覽詳細影片 我會放在Patreon 事不宜遲我要走了 謝謝 謝謝 下條片再見 拜拜 走走走走 給我一部機器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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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一部RS457 一部雙光引擎的電單車 它的設計出來目的就是 這部車沒有記錯過數字 馬力是47匹 是剛剛新鮮發佈出來的 我們現在馬上坐上車 看看騎乘感受是怎樣的 好,一坐到上去 和一般紙面上看到的電單車一樣 座位都偏向達身一些 你們會留意到 這個植物有同 和其他人不一樣 它就是車底長的